線上花圈神情肅目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來到國民革命中列祠 緬懷陣亡將士 在八二三炮戰六十五週年這天 沒去金門而是留在臺北 被解讀是不是有意避開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力求淡化政治色彩 面對郭台銘的咖啡邀約 柯文哲態度也相當大方 不過在宣布不會郭柯配之後 最新民調顯示 明年總統大選如果是四強競竹 民進黨的賴清德 以百分之三十五點六支持率 領先柯文哲的百分之二十四點四 和國民黨侯友宜的百分之十六點二 郭台銘以百分之十二點四墊底 至於另一份網路媒體民調 四人排名不變 賴清德支持率百分之四十點五六 柯文哲跟侯友宜 分別有百分之二十三點一三 和百分之二十二點一六 選民力挺 但郭台銘支持率不到一成 只有百分之八點九六 要是排除郭台銘 在撒卡都情況下 對比七八月的民調 賴清德在八月支持率突破四成 柯文哲下滑到百分之二十五點八 侯友宜則是微幅上漲百分之一點五 柯文哲連續兩個月民調下滑 這個月更是下跌了百分之二點五四 看民調不準 看那個媒體上 把那個綠媒打誰打 所以希望這個比較準 民調起伏 柯文哲淡定看待 一場823紀念日活動 不同於對手陣營 柯文哲選擇走自己的路 柯文哲選擇 柯文哲選擇 特別報導 哈囉我是莊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